白带像浓鼻涕一样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俊玲 新安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像浓鼻涕要问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如果要是它颜色发黄 或者是有异味或者伴有外因的骚痒 这种情况一般考虑是阴道的炎症 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妇科检查 做一个白带常规的化验 如果是它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偶尔觉得有一些像浓鼻涕一样的 白色的粘稠的这种东西 有可能是公颈的粘液栓子 这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情况 你可以暂时观察先不用管它 观察看你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还是经常出现 还是每个月固定的时间出现 才能去判断这个是异常的情况 还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如果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就是不痒 量不多 也没有外因的骚痒 烧灼感 而且也没有异味 你就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可以温开水 外因洗一洗 如果要是觉得有难闻的异味 或者说偶尔觉得外因骚痒呀 那你还是建议去医院做一下白带常规的化验 就像我方或是ես销 敌 酒 dro